知名英雄電影續集在台灣上映 有運動品牌業者 找來優秀的運動選手一同觀賞 剛拿下印度公開賽 男雙冠軍的李洋 還有亞運划船銀牌得主黃毅廷 都大方的分享他們喜歡的超級英雄 鋼鐵人很聰明 但是他穿上他的裝備的時候 就是變成另外一個變成超級英雄般 然後可以拯救世界這樣 然後就很像我們在 就私底下也是一般人 然後在球場上換上我們的球具裝備這樣 就可以代表國家這樣出去比賽 喜歡的是黑豹 因為我覺得他擁有驚人的速度 敏捷 力量 那我覺得如果我在划船上面 可以擁有這些的話 真的就是無敵這樣 看起來在運動場上叱咤風雲的他們 跟飛天遁地的超級英雄 真的有不少的共同點呢 他們雖然不需要像英雄一樣拯救世界 接下來也各自有重要的任務要完成 前七個禮拜其實比較累 然後這三個禮拜其實剛回來 第一個禮拜再調整時差跟身體狀況 那其實主要練習的就是這兩個禮拜 那現在其實狀況比較好 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去調整 然後去在比賽中再去摸索我們到底哪裡有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再去做改變這樣 我修了快半年吧 但是中間都有斷斷續續去訓練一下 明年的話亞洲區五個名額 希望也不要前五 希望可以拿第一 無論現在狀態如何 運動員追求的就是不斷超越自己的過程 也期待他們兩位能夠順利達成目標 表現也能越來越好 成為自己跟粉絲心目中的超級英雄 回來體育新聞梁維藝 李宥謙 採訪報導